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这个用户的搜索功能呢 这个界面呢已经做出来了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做这个添加用户 那么这个添加用户呢,比较简单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演示 那么我们点一下添加用户呢 它会弹出这样一个进代框 然后呢,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from的一个表单组 那么里面可以输入这个用户名密码 有密码,然后确认密码,以及这个邮箱和选择这个会员组 然后呢,可以提交和关闭 好,那么这个呢,其实是用到了这个Botswrap框架 自身的一个这个JavaScript的一个JS插件 那么这个插件的名称呢,就叫model.js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去这个官网呢 找到它的这个对应的一个代码 然后呢,把它这个拷披过来呢 进行一些修改就可以了 我们进入这个中文官网之后呢 找到这个JavaScript的插件 然后呢,往下走,然后找到一个model.js 好,在这里,静态框 然后呢,我们下面走 找到这个动态实力这里 那么这里呢,它给出了我们一个这个演示 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 那么会弹出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和我们这边呢也是一样的 好,我们这边是同样一个效果 那么下面呢,它就给我们这个归列出了这个效果的一个代码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框架呢 给它复制一下,然后放到我们的项目中那就可以了 OK,那么由于这个框架呢 它是这个静态弹出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这个新建一个页面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先在这个下面呢,在这个photo的上面呢 给它粘贴一下 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呢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好,那么按钮呢,在这里点一下 那么它弹出了这样一个这个对话框 好,首先是一个model的一个标题 然后呢,这里省略后呢,是这个内容区域 然后close关闭,以及这个保存 好,那么然后呢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些这个修改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按钮的这个位置呢 给它放到什么呢 放到这里,这个添加用户这里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操作 把这个按钮裁剪一下 然后呢,找到上边的这个添加用户这里 好,然后呢,把它粘贴一下 粘贴之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些修改的操作 我先把这边的关闭掉 好,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对这个操练剂呢,进行一些处理 把这个操练剂的网址呢,给它关掉 然后呢,给它加一个这个role的属性呢 让它转换成这个按钮 然后把它的这个按钮的属性 直接给拷贝过来呢,就可以了 好,直接拷贝过来 非常的方便 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button呢,给它去掉 好,它原来的这个按钮给它去掉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这个添加用户这个页面 点一下 OK,那么它就可以正常的弹出我们的这个对话框 那么我们把左侧这个菜单里面的这个呢 也给它添加一下 好,左侧的 长连接复制下 添加用户 那么这里的话需要把这个class呢,给它加上去 好,然后将这个呢,去掉 OK,这个时候呢,再来刷新 好 添加用户可以弹出 好,添加用户可以弹出 没问题 然后呢 来进行一些这个修改 首先的话是这个弹出之后的这个标题 对吧,我们看一下 这里点一下 弹出之后呢,是一个添加用户 好,那么找到下面的这个弹出层 这里 首先呢,修改它的这个标题 好,修改它的这个标题在这里 model title 改成什么呢 添加用户 然后呢 将下面的这个close呢 给它这个修改一下 那么看一下 这里是关闭和提交 好,关闭 提交 OK,然后呢 来刷新看一下 点一下 好,添加用户 关闭 提交 点一下关闭 可以关闭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中间的这个区域 好,中间的区域 那么这里呢 把这个省力号呢 删掉 然后呢 写一个这个 这个from 好,然后呢 这个from呢 给它一个这个 传称 传到这个当前页面 进号就可以了 好,然后呢 里面来写这个内容 好,首先的话 是这个 用户名 OK 给它一个dv class呢 等于这个fromgroup 好 然后里面呢 写一个这个level 首先呢 给它一个这个for 那么 第一个是用户名 对吧 level 好,那么叫做用户名 好,然后呢 下面呢 来写这个input 好,然后 这个属性呢 给它设置为text 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id 等于这个nam 那么这里的话 避免和上面发生冲突 所以我们应该 给它加一个addName 好,addName addName 好,这样呢 就不会和上面的 这个nam呢 发生冲突 对吧 这里的话 也是有nam OK 然后呢 给它添加这个class 样式 from 然后提示语句 好,用户名 OK 刷新一下 看一下效果 添加用户 好,用户名 然后呢 再往下是什么呢 请输入密码 确认密码 好,那么这里的话 直接写一下 tiv 给一个这个class class from graph 然后是level 给它一个这个form add password 好 密码 用户密码 好,然后下面呢 来写一个input 也是这个文本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不需要给它写成这个password 因为我们在添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给它添加的这个用户的密码 是多少 对吧 避免呢 避免这个出错 from 好,然后呢 给它一个id id呢 是这个add password 然后一个提示语句 请输入密码 请输入用户密码 好 来看一下 添加用户 用户名 用户密码 请输入用户密码 好 往后呢 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确认密码 好,直接复制一下 password 1 1 OK 然后呢 请确认密码 对吧 请确认用户密码 请再次输入用户密码 确认 确认用户密码 好 刷新看一下 添加 添加用户 添加用户 用户名 用户密码 确认用户密码 好 没问题 可以经常输入 好 往后还有一个 这个请输入邮箱 植物顾 才能够认用户密码 随便用户密码 名称 给我们称为户密码 然后呢下面一个input 这个type属性呢给他一个这个email 好那么这里输入email呢 是因为他可以这个在提交的时候呢 直接在网页上判断你输入的内容呢 是否是邮箱 好给他一个这个ed 那么是add email 然后给他一个class 是这个from这个样式 然后呢提示语句 那么请输入用户邮箱 OK再来刷新 添加用户 好请输入用户邮箱 123 add ccdd 好没问题 好然后呢 然后是这个用户组对吧 select 好 来给他加一下 好 div class呢等于这个from group 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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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组 用户组 锁属用户组 然后呢给一个这个select select 好 用户组的话看一下啊这里可以其实可以直接把上面的这个代码呢直接给他拷贝过来 好直接给拷贝下来 然后呢这里给他写一下就可以了 id等于这个add 用户组 然后这个class等于这个from 好 那么这样呢简单的写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来保存看一下 保存之后看一下 刷新 添加用户 好 用户名 用户密码 用户确认密码 邮箱 锁属会员组 好 没问题 提交 关闭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添加用户的这个制作方法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它呢应用到什么呢 应用到用户管理这个地方对吧 因为这里的话没有进行这个添加 所以说好 来给他这个移植一下 好 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把这里呢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找到这个model的开始位置 好 在这里 直接的把它复制到 user list user list 好打开 然后找到这个结尾处from框架 from的这个前面 好 然后呢将这个 按钮 触发的按钮呢 给他复制过来 首先是第一个添加用户的按钮 添加用户这里 然后是这个 位置错了 ok 然后呢我们来保存刷新 用户管理机面 点一下添加用户可以弹出 添加用户可以弹出 用户搜索页面 添加用户可以 可以 ok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添加的这种表单啊 弹出成的这种制作方法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呢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管理界面 好内容管理界面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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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